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诡异的电瓶车 一名工人策划两起绑架 线索指向黑龙镇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拿着竹棍在草丛竹林里搅动的 是四川省青神县公安局的侦察员 他们在找一个人 除了公安局的侦察员 帮忙寻找的还有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 人数有二三十人 他们的寻找很仔细 不仅草丛 竹林 水池 土堆 他们都要翻开来看看 寻找的现场 是在青神县城的一条大道的两旁 他们寻找的是一位叫彭芳的中年妇女 今年52岁 是一名单身母亲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我手中拿的是 青神县警方发布的悬赏通告 其中提到 彭芳是2018年5月13号晚上9点多钟 在青神县城的一条大道上 夜跑的时候失踪的 刚才的画面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那条大道 人来车往的 那么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在那失踪呢 彭芳十几年前就离了婚 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最早发现她失踪的 是远在成都工作的女儿 就是3号的时候 我都不想穿了女孩以后 40号早上 我说那天就是有那么舒服 那个时候就今天儿子 我都没看了 她说二妹妹 她说你怎么怎么没开门呢 我说第一回都从未起 那时候不绝对我离过 她说中国生就是未起 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 彭芳在青神县城 开了一家牛奶批发店 2018年5月14日上午 女儿接到一位 宋皇阿姨的电话 说早上快十点了 牛奶批发店还没开门 彭芳的电话也打不通 这让女儿内心一惊 因为早上不过一起 然后放好久 我也就是过一只电话过头 我就还有个是二十大门头 就是说混蛋的行 我就跟我爱过的 然后我们就开 彭芳的牛奶批发店 位于一所学校旁边 每天早上六点多 学生开始上学的时候 她就会开门营业 上午十点不可能不开门的 女儿赶紧拨打彭芳的手机 结果关机了 担心有什么意外 女儿让外婆去家里看看 家里没人 外婆就去了牛奶批发店 彭芳头天穿的衣服 都脱在店里 而她平时所穿的运动衣和运动鞋不在 是不是去健身了呢 外婆私处打听 没人知道彭芳去了哪里 一直找到下午四五点钟 彭芳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无奈家人只得报警 接警后 侦察员对彭芳失踪前的轨迹 进行了调查 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早晨开门做生意 晚上九点就会出来锻炼身体 十点准时回店铺 然后再做生意 彭芳有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九点左右 会暂时关闭牛奶店去夜跑 夜跑完十点左右学校放学 她会回来再开会儿门 可隔壁左右的店铺反应 头天晚上 没见彭芳回来开门营业 她平时的生活很简单 她没有多余的夜生活 更没有什么借贷啊 应酬啊 或者是出去玩耍 她平时没有这个生活习惯 也没有情感上的问题 没有 她从离异到现在 她都没有情感上的纠纷 彭芳很可能是九点左右 去夜跑出了事 侦察员调去了牛奶批发店 附近的监控 很快就发现了彭芳的身影 当晚8点59分 彭芳出门了 上身穿黑色短T恤 下身穿褐色短裤 脚穿运动鞋 还戴着耳机 侦察员沿途调去监控 9点10分 彭芳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9点11 她从一所学校门前进过 再次在监控里出现 是11分钟后 9点22分 彭芳跑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这里 马上出来了 就跑 看来看 她有点在跑 对 这是22分的时候 对对对 在这个十字路口 她开始掉头往回跑 此时是9点23分 对 正常来说 12分钟后 她应当在下一个监控里出现 可侦察员反复观看沿途监控 彭芳再也没有在监控里出现过 女店主曾与彭芳擦肩而过 我里有五楼是密院 我都还看到到她 挖草药被水沟里的亮点所吸引 作案者可能驾驶了三轮以上机动车 我们可以确信 被害人肯定不在现场 线索指向黑龙镇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彭芳最后出现在监控里是当晚的9点23分 技术人员检测出 彭芳的手机是在当晚9点31分关机的 也就是说 彭芳很有可能是在这短短的8分钟里面出的事 那么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侦察员发现当天9点23分彭芳掉头往回跑的时候 有一个人也跟着她一起转身了 你已经看见她了 她开始上去了 反回了 对 然后你反回了 在这儿反回了 对对对 侦察员发现 这个人原本一直是沿着大路走 彭芳是在上面的小路跑 当彭芳跑到拐角处 这个人就上了小道 并在彭芳之前开始往回走 彭芳随后掉头追了上来 两人一起消失在了黑暗中 彭芳和那名一起转身的人 就是在这个路段消失的 下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大马路 上面是一条竹林小道 小道两边的竹林既深又密 特别是到了网上 没有路灯 黑乎乎的 马路上的人与车 根本就看不见竹林小道里面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人影之后 那么我们的重点 就是围绕这个人影 我们想一定得将它找出来 那么它就算不是嫌疑人 它也应该是一个目击证人 侦察员认为查清档丸与彭芳 一起消失在黑夜中的这个人 很有可能会让案情明朗 通过监控视频的追踪 侦察员发现 档丸与彭芳一起消失的 是一名中年妇女 通过排查 侦察员找到了这名中年妇女 她是当地一家小吃店的店主 我在那个 那边是往十字的公园区的 那个十字路口那里 那个十字路口 我就准备打回转的 他也跑出来了 我就心里感到很惊讶 我说一样 不是这个女的 那个这么大的单子 不是他能够从我里面走 不是我也从这里面走啊 因为我是外的人 也不晓得 哪里一些什么情况 后来我就说 他从那里面走 我看他走了之后 他跑出那个岛之后 一百万间过来 百万就往那里面走 往那里面走的话 我就跟着 我就先到走那个岛上 你就跟着他后面走 我跟着他 这名女店主向侦察员反映 当晚他是在走 彭芳是在跑 两人一前一后 进入了竹林小道 可没多久 彭芳就跑到了他前头 两人的距离越拉越远 后来有五六十米远 我都还看到到他 他说那个路它不是自立 它是摆弯的 它是弯的有个鞋坡是不对 有个鞋坡 它是跑到个坡丁上的时候 你还看到他 我还看到他 然后等你反过 你走路反过坡丁 走走过坡丁的时候 我就看不到 就再也没看到这个地方 那一摆弯就人就看不到他了 我以为他走出了道上了 跑到这层一折头来 虽然与彭芳的距离越拉越远 可女店主是沿着竹林小道 一路走出来的 两人最远也不过 相隔四五分钟的路程 这一路 她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跟随在彭芳后面的女店主 没有发现异常 彭家人报警后 侦察员沿着这条竹林小道 进行了全面的勘查 同样没有发现痕迹无证 那一个大活人 怎么就凭空不见了呢 没有跟别人有什么 这么吵过架 或者有什么矛盾的 有没有 没有 彭芳十多年前离婚时 女儿才十岁 前夫与她离婚后就去了外地 再也没有管过女儿 女儿是彭芳一人待大的 女儿今年24岁 刚刚大学毕业 还没有成家 彭芳出事前还没了工作 家人认为疼爱女儿的她 不可能在此时丢下女儿独自离开 而一位村民的发现 也印证了彭芳不是自己离开的 这位村民介绍 暗后第三天 因为家里有人生病 她想寻点中草药 就在彭芳消失的这一带转悠 结果看到水沟里 隐隐约约有一部手机 于是就下水打捞了上来 然后我们首先从外形上来看 就跟彭芳跑步时戴的这个手机 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品牌是一样的 颜色是一样的 大小型号是一样的 包括她手机套也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当时呢 我们从外形上判断 应该它就是受害人的手机 然后我们将手机提取回来 进行鉴定之后 那么我们确信 这个手机就是彭芳的 发现手机的这条水沟 在竹林小岛边 离彭芳最后消失地点 大约500米远 手机被丢在了水沟里 人却没了踪影 侦察员推测 彭芳肯定是遭遇了不测 凶多吉少 为了查找线索 清神警方一面向社会 发出了悬赏通知 一面联合当地政府 组成了二三十人的搜寻队伍 对这条竹林小岛周边 几公里的范围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 我们沿路提取了自行车 废弃的自行车 口袋 烟头 烟盒 酒瓶 然后等等 很多 很多当时我们认为可疑的 我们都一一进行提取 然后进行鉴定 但是都没有比重 搜寻持续了四五天 可以说边边角角都搜过了 既没有发现棚方的踪迹 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通过我们前期的地毯式的搜查 那么我们可以确信 被害人肯定不在现场 就是不管是人还是尸体 他肯定不在现场 他肯定是离开了我们现场 所以说我们也猜猜 如果要在很短的时间 这个控制的话 那么你要有交通工具 控制之后 必须要用交通工具把人带走 另外一个就是 你一个人控制 可能不行 可能说两个人控制 一个人控制 另外一个人控制 用交通工具 拉上车 然后快速实力检查 现场没有人侦察员推测 嫌疑人可能使用了交通工具 将棚方机晕或者强行 带离了现场 为此侦察员对案发时段 路过案发现场的车辆 进行了大面积的排查 一个人的体积还是比较大 如果说你要防 比如说一个直行车 或者是直接涂车 把人弄走了 那么是一个很大 很大一坨 很容易被发现 但是 比方便 不方便 所以说我们这些 要考虑的话 就是三轮和三轮一辆车 方便将收益人 快速当年现场 案发时段 路过现场的三轮以上的机动车 大约有四五百辆 侦察员对每辆车的行驶轨迹 进行了分析 所有的车辆 如果说你经过这个 上一个监控 到下一个监控 如果说用了 比如说用了半分钟 或者一分钟时间 那么你超过一分钟时间 多出来个十几秒钟 一二十秒钟 好 我们就把这个车牌系下来 作为终点排查 然后交给他们 还有我们视频组 还有另外的交警导队 他们已经继续摸牌跟踪 但是这个情况摸下之后 没得多余的情况 没有异常的 没有异常 心有不甘 侦察员对着四五百辆 机动车的驾驶员 做了深入的调查 侦察员克服了很多困难 将四五百名司机一一找到了 对他们进行了一一询问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案发之后 我们将过往的车辆 过往的行人进行排查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然后第二呢 我们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搜索 地毯式的搜索 也没有能够找到 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这个时候是我们案件 最艰难的时候 又一名妇女在夜晚失踪 现场同样没有留下痕迹无证 有打斗啊 或者说留下的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小现场草木皆兵 防场舞基本上很少有人跳了 线索指向黑龙镇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一个大活人晚上出门锻炼 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这样的事情在清神县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八个月之前 2017年9月23日 清神县黑龙镇 也曾发生过一名中年妇女 晚上出门跳广场舞 然后不明不白地消失的事情 侦察员感觉 这两起案件似乎是有关联的 八个月前发生的那起中年妇女 消失的案件 是在离清晨县城 十几公里远的黑龙镇 这里比蓬芳失踪的那个现场 要偏僻些 失踪的那名妇女名叫邵家贵 当年48岁 已婚 育有一个女儿 2017年9月23日晚上 邵家贵像平常一样 吃过晚饭 就去村里的小广场 跳广场舞 晚上八点多 跳完舞 她离开了小广场 村里的监控探头 拍摄到了她离开的画面 小广场离邵家贵家 只有五六百米远 可到了晚上十点多 家人并没有看见邵家贵 打她电话 电话关机 可一直找到第二天天亮 也没有发现 没办法 家人只得向警方求助 因为923案件 它这个案件的现场 在农村 相对而言 整个环境条件不是很好 特别是像我们有关的视频 还有有关的整个现场的 有没有目击症等等 都是特别少的 所以这个案子有很大的难度 邵家贵生活在农村 农村的监控探头并不多 侦察员提取了 小广场附近的全部监控视频 他只在村口的这个监控探头里 出现过 监控里 邵家贵行进的方向 是回家的路 从跳舞的小广场回家 大部分路段有人居住 侦察员向沿途村民打听 没听到什么动静 只有一段公路 大约有三四百米长 两边是农田 晚上没有路灯 也没有监控 侦察员怀疑要出事 应当是在这段路 排查了解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也没有什么说 有什么地方有血迹 或者说有什么车祸的痕迹 有打斗 或者说留下的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为了寻找邵家贵 警方扩大了搜寻范围 不仅对附近的农田村庄 进行了全面搜索 还动用警犬 对附近的大山也进行过查找 可一连多天没有什么发现 下路不明的那个案件特别多 所以说当时说老实话 还没有往深层的方向考虑 因为可能凭你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可能家里面 一个大活人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现场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无证 侦察员一度怀疑 这不是一期刑事案件 或许是邵家贵自己外出游玩去了 可一调查 理由不充分 他从来没有大湾里 因为是从来没有过 而且他电话语 基本上很少规计 因为他是个生意 而且他有两个地方 有两个地方 但是大天晚上 我们就八方年感到这里 可以了解 在我们那个地方 在我们那个镇 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成功的女人 这个邵母母 她做生意 特别是做饰料生意 做得非常成功 饰料 邵家贵是一名生意人 家境殷实 丈夫比较老实 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她拿主意 她有一个女儿 将在一个月后结婚 失踪当天 邵家贵还和家人一起 在筹备女儿的婚礼 家人说邵家贵在失踪前 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自己外出游玩的可能性 根本就没有 她因为她去跳广场舞 然后在回家的途中 失踪的 这个时候呢 她的身上携带的 有架子的东西是很少的 也就背了一个小昆包 然后包里边呢 可能有的 有点零钱 然后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她的一个 其他的一些小东西 当晚邵家贵是外出锻炼 身上除了一部手机 没带任何财物 家人也曾对邵家贵的财产 进行过清点 没有任何损失 警方认为 邵家贵因财遭遇不测 可能性较小 难道是因仇 因为仇呢 这块我们也做了详细的调查 和科长 这个受害人和他的家人呢 应该说在很多年前开始做生意 接触到现在 从他的家里边的人 和他朋友反映的话 他们应该是没有明显的 身头大汗的人 邵家贵是做生意的 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侦察员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对他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没有发现谁与他 有激烈的矛盾冲突 而在感情方面 也没有与谁有情感纠葛 所以秦这块 仇这块和财这块呢 应该说都没有 很多有价值的 先说可以供我们进一会儿 开展工作 那么我们考虑到 还有可能性较有什么呢 就是可能是偶发型 偶发型的因素就太多了 现场又没有任何痕迹物证 警方根本就无从查起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邵家贵到底在哪里 他因何失踪 是生是死 侦察员是一头无水 这种情况确实吧 我从几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也出过很多刑事案件的现场 不管杀人还是失踪啊什么的 他有什么遇害的那种征兆 或者说有些什么情况 或者说现场有点什么痕迹 或者说总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是正方身上 经过前两天的了解 都没发现这些问题 八个月时间里面 两名中年妇女在晚上出门锻炼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事前没有任何征兆 事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物证 事后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这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也给侦察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青神是四川省眉山市下边的 一个小县城 人口只有二十万左右 以环境优美宁静著称 一连两起中年妇女失踪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晚上广场舞 基本上很少有人跳了 出门锻炼身体的女性 基本上必须得有家人陪伴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话 我们的人民群众 这个安全感 应该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保义方平安是公安部门的职责 两起案件给青神县带来的混乱 参与侦办这两起案件的侦察员 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我们专注的民警 从来不敢出门的 对 我们除了侦破案件 然后回家睡觉 我们不敢在外面去吃饭 或者说是去搞一些什么娱乐活动 或者是出去散步 我们就怕老百姓问我们 什么回事 什么案件 什么时候能侦破 让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都感觉 这个案件如果不破的话 完全是围脸面 在面对我们的 青神的父老强亲 虽然有些混乱 可两起案件针对的对象 都是晚上出门锻炼的女性 作案现场很干净 没有任何痕迹物证 两起案件相隔的时间和地点都不远 侦察员认为可以并按侦察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侦察员在监控视频里 发现了一个十分微弱的移动光源 这给案件侦破 带来了突破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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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